在北京市石井山区的摩世口大街 有一座寺庙叫成恩寺 它始建于明代 距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 在这座寺庙里 保存有六幅十分珍贵的明代壁画 寺庙里保存壁画 这并不少见 大部分的寺庙大殿里 都会画一些宗教题材的壁画 然而在成恩寺的壁画上 却并没有一般寺庙常见的 宗教神佛题材壁画 那么它画的是什么呢 今天就让我们去成恩寺一探究竟 成恩寺位于北京市石井山区的摩世口大街 这里处于金山之西 香山之南 成恩寺正好坐落在香山余脉 翠威山的山脚之下 据史料记载 成恩寺建于明朝正德年间 距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 是由明朝的正德皇帝下令 让一个叫温祥的太监所建而成 在首都博物馆里 还收藏有一道关于成恩寺的圣旨 在这道圣旨上 正德皇帝盛赞一个叫温祥的太监 说他性资贸易 器语端庄 许他在香山等乡地方新建成恩寺 温祥是明朝正德年间的私礼监太监 正德皇帝很赏识他 便下令让他修建了成恩寺 成恩寺刚建成时 占地面积达到三四十亩 有四近院落 整体称回字形布局 只是随着时间流逝 这座寺庙如今只剩下了主体建筑 山门殿 天王殿 大雄宝殿和法堂等 整座寺庙坐北朝南 寺内古树参天十分幽静 寺内有木结构的中古楼 造型优美 寺门前有上马石一对 这在一般寺庙是很少见到的 走到成恩寺山门脚下设阶而上 就能看到山门殿上赤刺成恩寺的匾额 据说这是明代正德皇帝的亲笔 在山门殿旁边立着一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杯 这不禁让人好奇 这里究竟藏着什么好东西呢 推开成恩寺天王殿的大门 我们或许能够找到答案 在成恩寺天王殿的四面墙上 会有六幅明代壁画 其中在天王殿东西墙上 会有四条硕大威猛的龙 分别是黄龙 绿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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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这种文化 这些学者才发现这些壁画 对于明代壁画研究的重要价值 其实在目前已经发现的明代壁画中 成恩寺并不能算是最突出的 离成恩寺不远的法海寺保存着更加精美的明代壁画 堪称明代壁画之罪 法海寺建于明代壁画 法海寺建于明朝正统年间 离成恩寺早七十多年 这也是一座皇家寺庙 只是法海寺壁画体量更大 这些壁画色彩鲜亮 内容繁复手法细腻 让人叹为观止 而且法海寺明确记录了 都有哪些工匠参与了壁画绘制 其中不乏当时有名的公平画师 可以说法海寺壁画是明代壁画的一个高峰 而成恩寺的壁画虽然不如法海寺壁画规模大 但是从绘画手法和技巧方面 可以看出两者同出一元 例如两个寺庙的壁画都采用了粒粉贴金技术 粒粉贴金工艺是中国独有的 可以说跟其他世界上 所有的类似的这种工艺都不仅相同的 然后是其他的方法不可替代的 然后它自己本身有一套完整的这种体系 因为它的完善 所以它和艺术品结合非常完美 粒粉和贴金是两种工艺 各进其善 而它增加了画面的这种基地感 既金碧辉煌 同时和画面又能融为一体 粒粉贴金技法 包括粒粉和贴金两种工艺 粒粉是从中国古代传承下来的民间技法 它的特殊之处是高出墙体表面 最早的时候是用猪扛光在前面扎一个金属的管子 再把颜料装进去 一点点画在墙上 而贴金又包括吹金、弹金等工艺 操作起来难度非常大 所以粒粉贴金这种技术 非常考验画师的记忆和耐心 粒粉贴金具有厚度及滑贵的感觉 同时又能够增加立体感 比如西汉马王堆出土的彩绘木棺绳 就有着类似粒粉效果的文样凸起细线 上面会有各种颜色 有浮雕般的效果 而成恩寺壁画中 粒粉贴金技艺的运用更是十分典型 金粉堆砌令每一条轮廓线都独具浮雕般的立体效果 这些栏杆的线条 人物衣饰以及头饰都是凸起来的 这让人们逆光看壁画时 能清晰地看到人物衣饰突出的轮廓 而从正面顺光看时 随着光线流动 就能看到衣饰的纹理似乎要动起来一般 非常飘映 最难得的是 这些壁画基本保存完好 要知道壁画对于光线和气候的要求都很高 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褪色或者脱落 成恩寺壁画能够保存下来也是十分难得的 而粒粉贴金这种技术 除了让壁画看上去流光溢彩 更重要的是能够长久保存 粒粉贴金正好这种粉跟墙体抓在一块 另外它又它这个能够跟墙体共同呼吸 那就不至于不同的手所会造成这个 比如说如果是线条本身抓得太紧了 就把墙壁抓下来了 跟它共同呼吸就是它伸缩是一致的 这样就是强动 那个粒粉它也在动 所以它们之间结合得非常好 所以很少我们除非人微的抠掉 以为贴上脖之后是好多金子 有的人以为它抠掉了 正常的它一般都会和这个一致品 共同保存很多很多年 三千年的都有 在成恩寺壁画上 我们能看到一些人物的衣式线条 呈现出白色 那是因为金粉被抠掉之后 显示出来的状态 但即使金粉被抠掉了 这些立体的线条却依然在墙上没有剖落 除了绘画计划 在颜料用色上 成恩寺壁画与法海寺壁画一样 都颇为考究 大多采用的是上等的青金石 朱砂等天然矿物质颜料 正是这些珍贵的矿物颜料 让这些尘封了几百年的壁画 看上去依然色泽鲜艳层次分明 也让后世的人们在多年之后 还能领略到明代壁画的精致与华美